明星可以有多耿直 二 赵露丝被主持人问到 刚考结束 面对长假期打算干嘛 他说 我准备干什么呀 我准备 我准备复读吧 我准备 就我 我还能准备干什么 数学考试六分的他 还挺要自知之明 心智蕾在采访中说的话 那可真是过头了 您对前任吃什么态度 我希望他过得幸福 最近一次说谎是什么时候 刚刚 差点就被心智蕾骗过去了 祝你幸福 好吧 武装的 杨超越在节目上 直接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要不你们在淘汰的人里面 抽几个人送个手机啥的 中在参与 你就弄点奖回去啥的 也挺好的 这可太真实 原来你参加节目 就是为了拿点奖励 李线被问到 现在是不是比以前更幽默了 他说 幽默的关键点是我 为什么会说这感觉呢 因为我就是信口不说 信口不说 好一个虚晃 八十十人都秀到说不出话了 为什么王小帅等导演都爱照秦浩拍电影 秦浩是这样说的 现在的明星都这么耿直了吗 连官方的话都不说了 为什么那么多男孩子都学吉他 大上伟也在节目上说出了原因 所有这帮会谈吉他的人 你问问有95%以上 都是因为有女的看他 所以他才学着提他 他觉得在台上或者校园里头 他觉得别的女的特别喜欢他 学吉他的小伙伴 你们有中枪吗